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卦与子像 李自曝很羡慕杨子 说完原因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女人果然是严控 张泽天很早就明白 混得好的时候身边的女人全是坏人 小少 最近你有关注娱乐圈的新闻吗? 我有关注到一些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件呢? 最近陈浩铭交不起房租 搬回了旧屋 你有关注吗? 有关注到一点 听说因为这样 他的老婆开始直播讨生活了呢 是的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陈浩铭的金矿吧 众所周知 演员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业 尤其是一些有实力的演员 他们从来都不用担心自己的片酬问题 因为他们所拿到的钱一次比一次高 然而最近有网友发现陈浩铭从自己租的房子中搬回了老宅 难道是交不起豪宅的14万租金带着老婆孩子搬回旧屋 老婆开始直播赚钱讨生活 可能很多人也知道之前陈浩铭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在非常好的地段租了一套房子 每个月14万 也有一些网友说作为一个明星这么有钱 为什么不买一套房子呢? 但买不买房子是自己的意愿 有些人也觉得买房子完全没有必要 只要能够让一家人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无论在哪里都属于自己的港湾 其实对于他租的这套房子 陈浩铭一直以来都特别的喜欢 因为他总是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分享一些这些房子的局部照片 还会在这里跟孩子们拍照 这里的地段也非常好 在阳台上就能俯瞰很优美的场景 高楼大厦衣衫傍水 要多爽有多爽 虽然说这间豪宅并不是特别大 相比较那些有钱人买的豪宅简直是天壤之别 但这个地方位于市中心的位置 地段也是非常的好 有些人想买也买不到 在阳台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游泳池 他们一家六口经常在这个地方游玩 还会经常在这个地方做烧烤 生活也十分的狭义 这么好的房子地理环境也特别好 很利于孩子的健康 似乎在家中就能体会到一切游乐场所 孩子们玩的大人们玩的 都能轻轻松松地尝试到 实在是太幸福了 但他们一家六口并没有选择把这房子买下来 而是选择拿着高昂的租金 租房子住也实在是令人费解 也有不少网友说 可能他们三个孩子都是女儿 所以没有必要买房子 租房子还能让自己的生活压力小一些 全款的话可能有些没有必要 这样把剩下的钱用来享受生活也是非常的好 就能体会到豪宅的感觉 又能把多余的钱用在有用的地方 但是作为一个明星来说 一套豪宅也不是多么费劲的事情 一部电视剧就解决了 但有些人就是这样认为 不愿意铺张浪费 我们也应该支持 但这套豪宅他们一家六口非常的享受 也很喜欢 为什么突然又要离开呢 这件事情不仅小编非常感兴趣 还有很多感兴趣的媒体 在采访的过程中 他也表示对于当时的那套豪宅非常的舍不得 但是女儿越来越大 也需要独立的空间 不明白陈浩敏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在这所房子中就没有独立的空间了吗 还是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今年的原因 他所处的这个行业发展也并不是多么的好 所以经济压力有一些大 也可能是因为交不起豪宅的14万的租金 所以带着四个子女先返回了旧屋 要知道一个月的租金14万 可能一年就要100多万 这100多万在平时可能会比较轻松 但是因为特殊时期 也要以后考虑 再加上他们的四个孩子要养活 老婆还得买一些名牌奢侈品 这些都需要高额的费用 所以他离开自己的豪宅 选择回到自己的旧屋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也有网友发现最近一段时间 陈浩铭的老婆经常在短视频平台直播讨生活 也是因为他有一副好颜值 刚好能够抓住机会 所以经常在网络上进行直播 还可以赚点钱 为了能够增加直播间的人气 陈浩铭也来到了直播间 两人齐心协力一块赚钱 也是非常幸福的 了解完陈浩铭的新闻呢 我这里也有一条要跟你分享呢 是关于谁的呢 最近蔡绍芬自恋到失眠 疑惑为何生了三胎后 身材还那么好 惹来了萱萱的留言 那确实是很自恋 是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7月22日凌晨一点半 蔡绍芬呢 依然没有入睡 还发了个动态 让粉丝们知道原因 为什么为什么我睡不着 是因为港普的F4合体 是因为快要见到妻子的浪漫旅行的大家 我想快点睡觉觉 别想东西了 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 但为什么 为什么生了三个孩子的我 还是那么美 身材那么好 一直想不通 照片是蔡绍芬的半张脸的截图 柳燕眉呢 恰到好处 双眼皮大眼睛长睫毛 十分的扬眼 蔡绍芬的耳垂 谁呢也不小 注定是个有福之人 所以才会拥有现在这样的幸福生活 看到蔡绍芬如此自恋 居然还引来了 萱萱的留言 笑死我了 现在你把我弄醒了 还以为是营销汉呢 原来真的是本尊 还有小伙伴调侃 皇后娘娘 母仪天下 自然青春永住 定是其他女子比不得的 抓重点 我最美 美到失眠 你是不是有点飘了 7月21号 蔡绍芬呢 分享了一组 港普F4的合体大片 正如几个人所说 虽然口红色好 头发的长度 性格喜好都不一样 却在一起做了这么久的好朋友 这可是台风都吹不散的真友情 其中蔡绍芬穿着黑色一服 鼻梁高挺五官精致 没有中年发福 更没有产后发胖 身材走样 苹果肌呢 依然饱满 肩下巴抢劲 状态极佳 四个人互相都有两两分别合作过 但是合体拍大片 却还是第一次 蔡绍芬幽默地称 他们三个人都很开心的能和我合作 这是他们最大的福气 看来蔡绍芬自恋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不过人家确实有这个资本啊 年轻的时候 蔡绍芬就美得不像话 古装剧里的她一领一笑 都很迷人 清纯可爱 尽管家庭出身并不好 但是她一直很努力 还是港姐选举的前三甲 进入一个影视圈之后 作品也非常多 蔡绍芬的现代剧装扮也很美 当时脸上还有一些胶原蛋白 又嘟嘟的娃娃脸 有如漫画里做出来的人物一般 不过看到大家都夸自己年轻时候漂亮 蔡绍芬却说那时候便没有人赞她美 现在呢 大家又说她没有从前美 但她相信几十年后 网友又会觉得现在的她好美 最后一句话总结 不管什么时期的我 我都是我美女分 而且这段文字是在两年前发表的 蔡绍芬嫁给张静之后 经历了一次流产三次生产 二人世界升级成为五口之家 自己的身材丝毫没有走样 这确实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年轻时候只有皮囊的美 但是现在的蔡绍芬还多了自信美 母爱美 幽默风趣美 活该被那么多人喜欢 TVB一人马俊为北大毕业 乐门重茶率仅0.77% 读书两年花费了上百万 情况到底如何呢 我们再一起来看看 近日TVB知名男艺人马俊为 在微博上向大家分享了他的喜悦 他顺利通过了北京大学的论文答辩 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据悉马俊为在18年的9月份 成功考入了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 攻读EMBA学位 20年4月论文以0.77%的查诚率被导师通过 并在今年的7月答辩成功的顺利结业了 据悉读EMBA的学费并不低 马俊为在报读时已经花费了74.3万 他还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更费时间很辛苦 回来路费和住宿费加在一起 他两年时间就花费百万了 马俊为是香港的知名艺人兼歌手 曾出演过《路顶记》中的康熙 父亲是一位公交车司机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工厂劳动者 就在这样一个贫困的草根家庭中 他出生了 在马俊为的22岁之前 他的生活可以说是不怎么幸运的 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患上了癌症 无奈的家庭使他不得不早早地就开始兼职 就连学习也只上到了初中就结束了 马俊为唯一的爱好就是唱歌 他曾经参加过40多次的唱歌比赛 可都落选了 1993年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这一次他拿到了比赛的冠军 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 频繁了他也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并朝着演艺圈进发 在很多经典的老电视剧中流下了自己的汗水 成功用精湛的演技博得了观众的熟悉与喜爱 然而妈妈却在自己向着美好前程奔跑的时候 病情恶化了 不愿留在人世的母亲在手术后不幸离世 丧失了生活希望的马俊为当时非常的痛苦 甚至有了抑郁症 而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的马俊为 在没有具体范围的知识储备下 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考入了北大并顺利的毕业 而他的查诚率0.77%的论文 更是令一大群吃瓜群众表示心服口服的敬佩 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之前的翟天林事件 至今不少学生都在心里暗戳戳的咒骂着他 与马俊伟完全相反 同为艺人的翟天林 身为北京大学的准博士后 却在论文上造假 被爆出抄袭 完全推翻了自身的学霸人设 再来看看马俊伟 他在北京大学读硕士的时候 除了上课 竟然还在新加坡拿到了咖啡师的执照 并且拍戏写剧开演唱会 一样都没有落下 甚至还开了一家公司 可谓是时间管理大师级别的人了 在所有人的印象中 马俊伟是一个温文尔雅 彬彬有礼的人 从他的社交媒体发布动态中可见 他还经常去各种福利院 探望身患疾病的小朋友们 和他们玩耍 帮助他们 就在这次大家都在夸他的时候 他却让大家不要误会 他是本科生 只是有幸进入了北大 并对自己能够顺利通过 感到十分的满足 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他说自己现在计划 努力攻读中医药 不畏成医只畏成全 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身体健康 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希望他能够永远开心 活出自我 在浪姐这部节目的影响下 这几位三十多岁的女艺人呢 又让自己火了一把 火了之后的她们 手里又有了资源 像一些采访或者节目 都想要蹭上她们的热度 是的 这部张雨琪本身也是争议性非常强的一个女艺人嘛 她在节目中向来都是敢作敢当 张雨琪这样的性格还能收获一大批迷媚 虽然她身上的黑点也不少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张雨琪的新闻 在浪姐这部节目的影响下 这几位三十多岁的女艺人 又让自己火了一把 火了之后的她们手里又有了资源 像一些采访或者节目 都想要蹭上她们的热度 这部张雨琪本身就是争议性非常强的一位女艺人 她在节目中向来都是敢作敢当 张这样的性格还能收获了一大批迷媚 虽然呢她身上的黑点也一直不少 和她前夫们之间的恩怨 总被人拿出来讽刺她 但她并不在意大家对她的评论 可能是张上面的公司 对她的人设立得很好 让她参加的一些节目 都能让张完全洗白 于是张再也不用担心 自己在节目上说错了什么话 毕竟她的人设就是一个崩的状态 而在一次采访中呢 主持人问她30岁以后市场 是不是会有所变化 而张直言表示 她在20多岁的时候 就已经演了30多岁的角色 所以丝毫不用担心 还称自己是没有少女时代的艺人 因此呢 这样的经历让张更想去演一些比较凌家的角色 她说自己很羡慕杨子 原因是和她搭配的男艺人呢 都非常的帅气 说这个理由之后 她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然后的确搭的都是一些比较帅气的男艺人 毕竟他们一群年轻人拍戏总不能找上年纪的艺人 其中主持人还问张 男性可以靠着什么打动她 而张开口就两个字 相貌 看来她的确是一位非常肤浅的女人 怪不得她会羡慕杨 再看看张的演艺之路 好像演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霸气的角色 毕竟她的脸在那里摆着 也不好演一些恋爱脑的角色 再加上她本身就是性格比较暴躁的石子座 还敢于和自己的经纪人互怼 甚至在经纪人说她拍戏的时间太长的时候 张还霸气的回嘴 不拍戏的话怎么接代言和商务活动 将经纪人怼到无话可说 张还告诉对方不要将压力都给自己 所有事情都要艺人做的话 那还要经纪人干什么 甚至在感情上面从来都是不服输的那一个 曾经和汪小飞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被爆出删对方的耳光 在认识王全安后直接结了婚 不过三年后对方就入了狱 在和元八元认识70天之后就立马结了婚 没想到还能被爆出她误伤丈夫 可以看出这位女艺人的脾气到底有多薄 就是因为系里系外 她都是一位霸气外露的女性 所以即使有人黑她 说她不好 她依旧能我行我素 张泽天很早就明白 混得好的时候 身边的女人全都是坏人 接下来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张泽天 张泽天她的名字很特别 不像那个她出生那个时候 父母片文艺起名一大批 雨轩雨寒也不像 小红这等俗气 折天有武则天之事 有周易中有则天前队之说 是大格局的名字 能看出张泽天父亲的野心 会有人疑问名字是不是随便起 不与周易有关 在张泽天还没嫁给刘强东彻底转型之前 她还是那个学霸网红的时候 她被扒出的微博小号名字叫张前队 联系上文说的 她知道她父亲的野心 她也在实现她父亲的野心 据说她的父亲曾经给她算过命 这女孩子面红齿白 张泽天能走到这一步 肯定与她父亲脱不了关系 她的父亲是一个聪明 有野心又善于谋划的人 从起名字开始 张泽天的路就注定与众不同了 张泽天在采访时说 父亲一直想要有个儿子 以后做个有用的人回报社会 对他的教导也是如此 是希望他成功 他成为一个厉害的人 从张泽天父亲从小培养他 能看出一路都是优质的资源提供 把他送到清华以后 又送到了巴纳德女子学院 做交换生 外人不知如何 但从简历来看是光鲜亮丽的 他也是在这认识了刘强东 认识了刘强东以后 人生开始另一道分水岭 结婚生子 成为了父太太 因为没有工作经验 也没有独自创业的本事 所以老公给钱交给他投资 从后续报道来看 虽然有的投资失败 那也没有多大影响 看投资不行 那就走时尚资源 毕竟不能浪费了美貌和流量 之后我们看到张小姐出席各种时装周 与各类一线明星合影 合影之后开始上热搜 我更相信这个热搜是买的 因为张的团队买热搜 都是张泽天 而自发上热搜的都是奶茶妹妹 截止到这里人生赢家路线 走得很顺 也有很多人 尤其是女性说她靠老公 刚开始还会解释 后来她也明白了 她说从来没想过依靠自己的能力 闯出一番视野 可惜说完了以后老公出事了 很多人会期盼张泽天离婚 觉得她有钱有能力 又长得美 为何不离婚 可是这一切的基础 除了美都是刘强东给的 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会轻而易举的劝人家离婚 觉得不离婚是不鼓起 太懦弱 当你站在张泽天的角度 离婚可以获得一些名声 这是很短暂的 为了这一点名声 去放弃那无限的资源 这值得吗 在张小姐上剑桥之前 她开始低调了 可是她会低调吗 从一张学生卡偶然曝光 到她很久不停跟的 硬子开始发动态 因为一个在老公出事后 转身提升自己的独立女性人设 又立起来了 从其以后不再有刘强东 而是她的学业 可是能去剑桥 还是离不开京东老板娘的名声 最成功的网红张泽天 看张泽天唇红齿白 清纯可人的面相 加上有父亲这个智囊团 为她在背后操刀 她青春无辜的形象 让人觉得岁月静好 都说黑张泽天的都是女性 可能张泽天也很早明白 所以无所畏惧 本期的八卦余子江呢 今天就先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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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